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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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文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班提請來郭Sir 和我們講講後市的走勢 郭Sir你好 你好 我們看到市況相當不穩定 今早都看到是高開 因為受到聯署局的官員言論所左右 偏甲的言論令股市今天升了超過200點 誰知道現在要到跌 現在跌的是29點 去23260點 今早跟你講大市的時候 都說不敢看得太好 當然知道 今天大市的下跌低開503點 就是說上個星期五 上個星期四 所有的買盤全部都要面對虧蝕 好了 最後跌八百幾點 之後有技術上的反彈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上個星期的市況 一直都有一個充高的形態 在星期一低開503點之後 就是說上個星期 任何參與充高勢頭 如果進了市 現在要不就輸了錢 要不就坐在那裡 第一天大家有個上網 到第二天第三天 捱不住就會止蝕 況且市經過12個星期的上升 如果有兩至三個星期的整固消化 或者其實上個回套 是很正常的 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的 昨天大市的下跌 遺留了一個 比較大型的下降裂口 裂口的頂部是23914點 裂口的底部是23625點 現在有少許回補 但保不完 始終原充敗了 簡單來說 上個星期四 星期五入市的下跌 經過昨天的裂口低開 即是想離開 也不能離開 當然 如果在裂口的頂部 如果離開 也要輸 但不是輸得那麼多 相反來說 如果市一低開之後 在裂口底部 任何想法 你也會輸 因為裂口底部 今天輕輕向上補 但仍然是23,600多 即是23,700 馬路上24,364 全部輸錢 大家明白 所以 在市況來說 越是攔攔攔攔攔 那些持有重貨的投資者 越是不舒服 第一天還有上網 反彈 第二天 開始懷疑 到第三天 開始的心態已經轉變 多了三多天 重貨的人是捱不住的 到時 自然有些止蝕的高壓出到來 觸發了大市 正式進入一個中期 升後的技術上的回調當中 現在這一分鐘 大市仍然處於一個 逐步向下市低位的形態 昨天最低是23,290 現在23,248 即是說 由上星期五的高位到現在 市況已經進入一步一步向下走的格局 20天線現在是23,200 大概是200點左右的水平 跌多不用多 60點或70點 連20天線都跌穿了 好 這個時候 我們有位家庭觀眾 許小姐 許小姐 你好 喂 喂 Hello 是 是這樣的 我現在手中間 甚麼火都沒有 我又是個山手 我看看這段時間 可不可以做火 看看哪個板塊可以做火 好 郭Sir 市去到這個位置 建議他甚麼價位去留底 或是甚麼價位去入一些板塊 事實上 剛才提過 市升了12個星期 現在才是第二天的調整 估計都要一兩個星期的整固 第一 你是自己的新手 即是大市如果有少許反覆回落 一般來說會看著上星期五的高位 便覺得現在很便宜 對嗎 因為很正常 但有沒有想過 指數是由19,662點上來 升了4,702點 跌回1,000多點 有甚麼出奇 問題是夠不夠 現在才是9月中 美國加不加息 大家都不知道 就算是加息我也不怕 但問題是市場 會有些人拿著美國加息 或是不加息 來做一些活動 如果股市在低位 當然沒有相安 大家都找不到位置做事 但股市升了上來 在高台上 要不就猜上去 你猜不上去 有些資金一定是做一個反手對衝 所以新手來說 我只能說現在最好引手 等等 因為大市 技術上 連20天線都跌穿了 再向下走 指數升了4,702點 如果要回調三分之一 會試22,796點 既然是這樣 等等 無妨 如果等市調整夠了 郭Sir建議新手的許小姐 留意哪個板塊好些 都是領航股 如果你看指數成分股 一定是港交所、騰訊 這些是重磅的股份 當然知道 如果你說新手的 我認為你保守少少少好些 就不要太勇 在那一分鐘 如果要買的 抬低一點 買一些公用股 做一個防守性的投資 雖然步伐率比較慢 但是你伸手當然是 由穩定或穩健當中 慢慢慢慢學起 錯了也好 你輸也不多 這是最重要的 至於其他領航的角色 包括 例如騰訊 匯控 或者其他好像 一些中資的內銀股 那些在低位都可以儘量去吸納 因為基本面是沒有差 都仍是看好的 但問題是 那些相關的股份 股價的波動性會比較大 因為有不少牛紅症放在那裡 衍生工具的升和跌 會左右到正股的走勢 你買一些像港鐵 66號的港鐵 其實進可攻退可守 就算這隻股份買下去之後 股價高台有少少反覆 我覺得都不需要太擔心 最好初學者 都是買些防守性強的股份比較好些 如果你要買一些 股市升會升的話 股市跌也會跌 最慘的是什麼 新手不懂得理性去處理 買了之後升的話 就不懂得怎樣走 應不應該走也不知道 到跌的時候 更加不捨得走 既然是這樣的 寧願買一些硬硬的股票 就算跌也跌不多 千萬不要買一些投機性的股票 因為有時候 你不是說我買一隻股份 3元不對版 我輸幾毫子走 說就可以 真的輸幾毫子是不捨得走的 到最後可能3元只剩1元 甚至幾毫子 還有一些股份很大成交 炒到飛沙走石 每個人都說賺到錢 你最好就不要碰手 因為資金流動強 股價當然是靈活 到資金一慢慢收緊的時間 升勢就無以為計 2毫子升上3元的股票 跌起來 跌回不用多 跌回1元 自己的損失已經是天文數字 所以真的學會一件事 投資由穩健著手才好些 慢慢慢慢熟習股市的操控 了解股市的走勢 何時可能會升 何時可能會跌 然後再做其他新的部署 比較好些 吸收了經驗 其實我跟很多人都說 初初買股票 如果你是輕輕輸少少 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最低限度你會感覺到 買了之後不對版 你應該怎樣處理 你要學懂這件事 好嗎 好啊 許小姐都建議你 初手來講 可能給少許學費 還有沒有其他股票問題可以幫到你 是 許小姐 好啊 許小姐已經收了 我們回答徐先生的電郵問題 徐先生見到近兩天的 浪人股已經出現了比較大幅的調整 郭老師想問 就是 內銀股現在是否已經轉回勢頭系 向下 應該這樣說法 其實很多內銀股 升幅已經不少了 我舉個例子 好像建行那樣 4.351是最低位 到近日的高位6.14 由低位上來已經30幾% 中行、公行、建行都是恆指成分股 佔比重16.08% 其實成分比重很高 升市的時間 升到內銀當然是大家拍手掌 但當大使進入正常調整的時間 我告訴你內銀也好 甚麼都好 你怎可能是獨善其身 你看看匯控股價都由60.06到現在58.05元 內銀股也是處於一個升後正常調整當中 例如公行已經連續出現兩支陰燭 建行也如善 至於中行也不能夠獨善其身 況且幾隻已經跌穿到10天平均移動線 理論上已經進入正常的升後調整之中 在這麼高位調整千多點 沒有一隻成分股可以獨善其身 任何入市策略 現在這一分鐘最好是引人手 升了12個星期 大使如果有一兩個 或者兩三個星期的消化成股 是很正常的 我明白 謝謝郭Sir你詳進的分析 先做申報 我們剛才講過的股份有沒有遲合 是沒有的 LCR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再見